位在吉安鄉的慈恩藝術村 不定期會在園區舉辦工作坊 這次特別邀請到專業的非洲谷老師 帶來快樂親子非洲谷身心體驗活動 分享如何運用非洲谷敲出節奏 很多家長和小朋友來體驗 享受結合身心書家的非洲谷樂 也透過聲音和身體律動 在嚴嚴的午後找到內外的身心平衡 位在吉安鄉的慈恩藝術村 近日在園區舉辦了快樂親子非洲谷身心體驗工作坊活動 邀請專業的非洲谷老師 分享如何運用非洲谷敲出節奏 許多家長與小孩一起來體驗 結合身心書家的非洲谷樂 透過聲音與身體的律動 運用旋律與節奏練習 找到內外的身心平衡 我們特別邀請到 彩虹螺旋非洲谷教室的Gina老師 他有很多年的非洲谷的教學經驗 因為慈恩藝術村是秉持著 希望可以讓藝術走進人群的這樣一個理念 所以非洲谷也是一個很棒的行為藝術 透過這樣子的一個工作坊的教學 把這樣的一個非洲谷的舞蹈跟節奏 傳遞給許多華聯在地的社區民眾 還有親子的互動 無需任何音樂基礎 只要對超級樂有興趣 老師會分享超級知識與技術 讓參加者掌握簡單技巧快速學以致用 和現場親子團隊在遊戲中 共同超級出有趣的旋律和曲目 剛剛玩的內容就是有結合一些遊戲 還有節拍節奏還有歌曲 主要就是希望可以引起親子 還有小朋友對音樂的興趣 之前有參加過這邊有一個蠟懶的活動 後來有看到這個非洲谷的活動 所以就是想說讓小朋友來試試看 上面的場是親子的活動 所以他就有一帶一些兒歌或是節奏 或小朋友的步調這樣子 就是小朋友也可以蠻融入這個活動裡面 藝術村負責人吳宥琦表示 讓藝術走路社區 強調與民眾互動連結 是慈恩藝術村經營的發展重點 將持續致力於讓藝術 透過不同工作坊活動走路人群 更多工作坊活動的時間及詳情 請搜尋臉書粉絲頁 慈恩藝術村 記者蔣方燕幾安箱報導 正在這裡 去到達人區 學校等 為 rere per seat